一般认为银河系的中心有一个超大质量的黑洞 有些天文学家估计这个黑洞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四百万倍 那么这个太阳离这个超大质量黑洞的距离约为两万八千光年 那假如这个太阳跟这个黑洞跟地球是排一直线 而且两者对地球的太阳对地球黑洞对地球主要的影响力是只有万有引力 问你这个超大质量黑洞跟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大约是地球跟太阳之间 就是说这个黑洞对地球的还有太阳对地球这个万有引力 它是它的几多少倍 那么当然它是有给你注明的 就是这个两万八千光年的距离 大约就是一点八成十的九字号天文单位 那同学知道这天文单位的意思就是 我们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 叫做一个天文单位 所以意思就是黑洞跟太阳之间的距离 大约是太阳跟地球之间距离的一点八成十的九字号天文 那根据这个题目它是问你的是地球跟太阳或者黑洞跟地球之间的万有引力 那我们知道根据牛顿所发现的万有引力的观念 那么两个质量之间万有引力 会跟你的R平方还有两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 R平方成环比 所以依照这样的观念 我们来算黑洞对地球 黑洞对地球之间万有引力 依照这样把这个R的距离带进来 那这R的距离我们刚开始讲了 这个R是我们在这个1.8乘以10的九字号 那对1AU再加进来 其实1加1对这个数字讲 其实这个几乎可以忽略了 那叫做GNN 那我们刚刚就讲了 这个AU就是我们太阳跟地球之间的平均距离 那么GN这个M是黑洞的质量 黑洞质量大约是太阳的四百万倍 那四百万就是4乘以10的六次方 那在M太阳的质量 它整理地球的质量 OK 这个是黑洞对地球 那你整理一下 这个数字大约是一负略以后 你就整理一下 这大约就会是等于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1.8乘以10的总次方 这一负略以后就得到是这样 那太阳对地球 这太阳对地球之间万有引力 把它带进来 它这是AU一个通文单位的 以后就G这个M太阳的质量 跟地球质量 那这两个相处 就是我们黑洞对地球 太阳对地球 两个之间的比 这之间的比 那你去看一下 这个数字上去整理一下 就得到1.2乘以10的负12 那就是大概这个答案是A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